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省明宝钞 主注先佛为私命真君 第十一章 正信鬼月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 民间禁忌杂如棚 穿凿人心附会中 聚鬼缠身生祸事 推敲正气是迷蒙 盛事 续注省明宝钞 人秉弃而生重浊为破 人死则气散破灭 灵魂入幽明 接受审判今生之功过 功多过寡自然超生善道 过多功寡 天律明定自当 接受幽明苦行 然则 民心出于一片仁厚慈悲 因为七月罪魂假期 而设宴款待 大开朴师 亦因如此 七月之禁忌 犹如三人是虎 会生会影之状况 犹然而生 每逢鬼月 世人禁忌 有言不得开宫 探病 嫁取 林林总总 荒诞无稽之言语 说是一招惹幽魂缠身 此皆世人之物解也 无是以科学之角度辨证之 七月乃属酷热之月令 热空气对流旺盛 时有轰然雷雨 而人身乃土 水 火 气四大元素组成 湿气过重 则人身水气过旺 抵抗力较差者 自然引发病造丛生 古希科技尚未昌达 且基于对死亡畏惧 对鬼神之敬仰 而使不孝神职人员有机可乘 穿凿附会 将罪状归诸幽魂 借以扰乱人心 形成禁忌 再引以法界众生而辩证之 有说鬼越众鬼出笼 切勿夜行 否则亦冲犯鬼魂 但事实上 幽魂之行不止夜间有之 白天亦有 不止七月有之 平日亦有 世人如果不是心生歹念 想那幽魂乃假释于民间 满身罪业上代洗清 而七早日脱离 终日不见天日之地狱 若非世人自作孽招惹之 罪魂岂会无故滋事扰民 依天道运树而论 所谓春众下涨 七月乃天地造化万物 最凡胜之月令 而月令之吉凶 乃由心造 所谓魔由心生 便是这个道理 民间所数鬼越 禁忌大半由人心所造 否则各国民风不同 祭拜鬼神之方式异议 如此岂非外国人 皆犯鬼越禁忌 正信鬼越 应由成静心作起 是十方孤魂为 己所崇敬之尊长般 依成以礼相待 心生吉祥 万事则皆祥也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 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 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恒堂圣书 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 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施与真诚 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恒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住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拿谋弥勒净佛后 回向愿往生净土 于立遥净土 阿娥宗里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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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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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